侯爷回来了 吃饭了吗 吃饭 吃什么饭 一天到晚就知道吃饭 从京城吃到海芳 还没吃够 侯爷是和夫人 没事 我好得很 那 鬼白我问你 这县衙真的很冷清吗 京城的沐浴侯府 真的很冷清吗 和我在一起 真的很冷清吗 是有点 你也这么觉得 想听假话吗 嫌我冷气 那我就想办法让这个府里热闹起来 鬼白 给我上菜 我要吃饭 侯爷 您不是要吃饭吗 为何做了却不吃啊 是在等夫人 宁月轩 宁月轩我回来了 吃饱了吧 鬼白 撤了吗 是 撤得好赶紧撤 我给你带回来好多好吃的 鬼白 不撤了 你看看吧 这个是你最爱吃的里吉辣肠 这个是瑶记的牛肉 还有还有这个 烧鹅 对了 你看啊 你把这个插点完了 还有他们家最后一盘熏鱼 我给你拿回来了 还有你最爱喝的 红枣杏仁粥 怎么样 哎呀 累死我了 可以 还跟他逛了这么多地方 没逛呀 我这不是着急那个 把吃的给你带回来吗 这有些人啊 吃醋就吃醋吧 样子还这么帅啊 谁说我吃醋 嗯 扣事心扉 哎 女婿 我跟你说个奇怪的事情 刚刚我走出珍宝阁的时候 那个老板娘一眼就认出我来了 而且跟我说什么 以后啊 我们一定常联络 多走动走动 还说她要把我的飞碗霜 全部包下来 我后来想这个事情 我越想越不对劲 你说我跟她也不认识 她能一眼就认出我 这一定是有计较的 会不会跟王景聊有关 鬼白 记得盯紧这家店 是 你说我这个小脑袋瓜 是不是 还能帮上你啊 对了 我刚刚走出珍宝阁的时候 到了他们家后院 一闻 哇 好香啊 结果我一看 他那个后院的园子里面 种的全部都是名贵的花皮 你知道吗 所以走出去的时候 花香扑鼻 尤其是那个微风一吹啊 好舒服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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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着我干嘛呀 喘回去 哎呀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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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早叫我干什么呀 我都说了每次 哇 天哪 怎么这么多花 哇 谁弄的 都是我喜欢的 都是我喜欢的 哇 桌子上也有啊 好漂亮啊 这谁布置的 啊 这谁布置的 不会是你吧 怎么可能啊 之前 是家里没有管家 既然来了新管家 自然要把这个家 好好布置一番啊 新管家 看来这个新管家呀 跟我还真是头缘 布置的花 都是我喜欢的 是不是 嗯 你做 这么多盘肉干什么 这每盘肉啊 都是不同的厨子做的 你尝尝 哪个最符合 陈府的味道 陈府的味道 我之前跟你提过那个 这些不会都是你的固执的吧 是新来的管家说 说陈府的厨子做菜好吃 嗯 鬼白 以后 县牙的厨子 也给我按这个标准程 是 奇奇怪怪 就是这个味道 跟厨子说 居然按照这个味道来做啊 哦 知道了 嗯 嗯 不行 耗血汤还有新品没弄完 我赶紧去啊 哎 这 肉 可以拿走吗 当然可以 谢谢啊 谢谢你的花 不用谢啊 侯爷 这有一封秦大人给您写的信 好 念吧 好 我 我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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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 我 你 你 告诉他您最近的情况 你什么时候变得 这么爱渡管先生 你下去吧 训终的意思 就是吃醋的意思 我怎么可能吃 我吃错了吗 我吃错了吗 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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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